有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边长为10 顶角为72度 下列何者可以表示为腰的长度呢 我们把这个等腰三角形的顶点写上来 A B C 底边长为10 好,那这边顶角是72度 好,那这边我们要表示它的腰长 我们要利用什么 我们要利用高 好,我们做一个高 那因为它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高呢会把底边直接切成一半 所以就是5跟5 好,那接着呢 这里是直角 我们来把A B H的三角形 换个方位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只有角A 好,角A72度被切成一半了 所以这边呢 角A的部分就是36度 好,那这边呢 是直角是H 而B角就会到顶端上面了 好,那这边B H的部分就是等于5 而我们要求的腰长呢 是不是就是A B的这个部分呢 好,所以我们A B的部分和B H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数值来看 我们可以用Sine 36度 好,Sine 36度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A B分之B H 好,A B呢就是我们要求的 好,所以A B 我们把它乘上来 A B乘上Sine 36度 就会等于B H 好,那B H会是多少 B H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等于5 所以A B的长度 所以A B的长度就会等于5 去除上Sine 36度 好,5去除上Sine 36度呢 我们没有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方式 好,这边呢是用Sine 36度 因为我们有这两个边而已 这是要求的 而这是题目给的 所以我们只有这两个边 我们只能运用到Sine或者是Cosine 好,所以我们这边Cosine Cosine或Cosine 好,那我们Cosine 36度 我们就可以变成是B H 分之AB边 好,那我们呢 把它乘开 AB边呢就会等于B H 乘上Cosine 36度 那B H呢 我们已经知道是5了 所以带进去 就是5乘上Cosine 36度 所以在这边 这个答案 我们就要选第五个答案 这边是5一回事 说5乘上Cosine 36度 终于B H